我是安琪,自出生就从未不被当着独立有尊严的个体对待,一直生活在恐惧中,20岁为了逃婚和避免自杀,为了呼吸自由的空气,我计划了好几个月,终于从家里逃出来了。 走线,对于那些选择通过非正规途径进入美国的人来说,这是一条充满挑战和危险的道路。 这条路线经常包括从南美的厄瓜多尔开始,穿越多个国家,包括哥伦比亚、巴拿马、哥斯达黎加、黎加拉瓜、宏都拉斯、威地马拉,最终到达墨西哥,然后穿越美墨边境。 在这个过程中,旅途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危险,包括极端天气、野生动物、疾病以及潜在的与人类走私者的危险接触。 必要的身心灵的准备能有效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,是至关重要的,特别是在面对如此艰难的旅程时。 首先,身体上的准备包括良好的体能训练,以应对长时间的徒步行走和可能的自然环境挑战。 为了身心灵的全面准备,以下是一些具体的训练内容,帮助应对长途跋涉和轻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。 身体训练应该包括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定期进行,如跑步、游泳或骑自行车等有氧运动,可以提高心肺耐力。 而全身力量训练,特别是对背部、腿部和腹部的锻炼,对于长时间的徒步行走至关重要。 此外,瑜伽或普拉提可以增加身体的灵活性和平衡性,以预防旅途中可能发生的受伤。 根据本人的经验,我想强调的是,进食训练进食是一种古老的实践,涉及在特定时间内自愿放弃食物和或饮料这种做法,在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中有着悠久的历史。 通常与精神净化、身体排毒或宗教仪式有关。 近年来,进食作为一种健康和减重手段再次受到关注,特别是间歇性进食在提高代谢、改善健康和延缓衰老方面显示出潜在的益处。 进食是一项古老的实践,被许多文化和宗教传统采用,旨在通过在特定时间内自愿放弃食物和或饮料来达到精神净化、身体排毒或宗教目的。 在现代社会,进食特别是间歇性进食因其对提高代谢、改善健康和延缓衰老的潜在益处而再次受到关注。 进食的形式多样,包括全面进食、绝对进食、间歇性进食和部分进食,每种方式都有其特定的规则和益处。 没有经验者建议尝试间歇性进食,在固定的时间内进行进食,比如每天进食16小时、进食8小时,或每周选择两天进行低热量饮食。 进食的好处广泛,从体重减轻和身体成分的改善到代谢效率的提高、细胞修复和自视的促进,以及心脑健康的增强这些好处,使进食成为不仅对身体而且对心灵都有益的健康实践。 在走线这样的高风险旅途中,进食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。 首先,进食可以提高身体的适应性和韧性。当食物供应不稳定或不可预测时,身体能够更好地适应长时间不进食的情况。 这种适应性来源于进食期间身体学会更有效地使用储存的能量,如脂肪,从而在没有及时食物来源时保持活力和清醒。 其次,进食有助于提高精神清晰度和集中力研究表明。短期进食可以提高大脑功能,包括改善认知能力、记忆和学习能力,这在需要长时间保持警惕和做出快速决策的旅途中尤为重要。 此外,进食可以增强身体的应对压力的能力,进食激活了身体的应激响应。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身体在逆境中的生存能力,还有助于提高心理韧性,使人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更加坚韧不拔。 进食还可以促进身体的自我修复过程,包括自食作用。这是一种清除受损细胞和蛋白质的过程。 这一过程,对于保持身体健康和预防疾病至关重要,尤其是在长期的高强度旅途中。 我自己在多年前开始训练这一技巧。 我可以做到只喝水可以活10天,而且在疫情严重出现超市食物充足,还未有抢购苗头时。 我有意识地在体内储存动物脂肪,以便在食物匮乏时可以随时放弃进食,把机会让给那些没有抗饥饿能力的人。 开始进食之前,重要的是要进行适当的准备,包括咨询医生或健康专家,特别是对于有慢性疾病或特殊健康状况的人。 选择适合个人生活方式、健康状况和目标的进食方法,并逐步开始实践,从短时间的进食逐渐延长,同时确保在进食期间选择营养丰富的食物。 在进食过程中,保持水分至关重要,同时可以结合轻度至中等强度的运动,但应避免进行高强度训练。 尽管进食有许多潜在的好处,但它并不适合所有人。 孕妇、哺乳妻妇女、儿童和青少年,以及有饮食障碍历史的人应该避免进食。 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,进行进食是确保健康和安全的关键,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准备。 进食可以成为增进健康和提升生活质量的一种方式。 其次,心理准备也不可或缺,因为这种经历可能极其压抑,需要强大的心理任性来克服恐惧、不确定性和孤独感。 心理准备方面,重点在于压力管理和情绪调节、学习冥想、深呼吸等放松技巧,有助于应对旅途中可能遇到的压力情况。 同时,通过日记记录、情感表达训练等方式,可以更好地处理和表达复杂的情感,如恐惧、焦虑和孤独。 此外,提高心理弹性,了解如何在逆境中保持积极和适应性,对于保持心理健康至关重要。 心理任性,即在面对生活挑战、压力或逆境时保持积极态度的能力,对于应对高风险旅途如走线等极端情况。 至关重要。 这种能力,不仅有助于个体在逆境中快速恢复,还能维护心理和身体健康。 提高心理任性的关键在于建立支持性的人际关系,保持积极的思维方式,设定实际的目标并学会解决问题,接受并适应变化,不断自我提升,实行良好的自我照顾习惯,并在必要时寻求专业帮助。 在实践中,培养心理任性是一个逐步的过程,需要通过日常习惯和练习来逐渐构建。 例如,通过日记写作来记录每日的挑战和胜利,以及对他们的反应和情感,有助于增进个人对自身成长和适应能力的认识。 这种自我反思的过程可以显著增强个人的心理任性,使其在面临生活中的困难时能够保持坚韧和积极的心态。 通过积极思考、目标设定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、适应性、自我提升以及良好的自我照顾习惯, 个体可以提高应对压力和挑战的能力,从而更加健康和积极地面对生活的逆境。 在准备走线这样的高风险旅途时,面对的挑战可能包括极端的物理条件、不确定的环境、孤独感以及对未知的恐惧等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心理任性垫得至关重要。 以下是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心理任性训练计划,旨在帮助个体在面对这类逆境时保持坚韧和积极。 第一月,自我认知与积极思维。 第一至二周,日记写作与自我反思。 每天晚上,花些时间写日记,记录当天的经历,感受以及面对困难时的反应。 这有助于提高自我认知,理解自己在压力下的反应模式。 反思日记中的内容,特别注意那些你成功应对困难的时刻,思考是什么,帮助你克服了这些挑战。 第三至四周,练习积极思维。 开始练习,将负面思维转化为积极思维。 每当遇到消极想法时,意识到它,然后尝试用一个更积极的角度来重新构想这个情境。 每天花时间感恩,列出至少三件你感激的事情,以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。 第二月,建立支持网络与解决问题的能力。 第五至六周,建立与维护人际关系。积极寻求和维护支持性的人际关系与家人、朋友或信任的同事分享你的想法和感受,让他们知道你正在准备一个重大的挑战。 加入支持小组或论坛,与经历相似挑战的人交流心得和策略。 第七至八周,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。 当面对问题或挑战时,练习系统性思考分解问题,一步步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,并实施。 通过角色扮演或思维实验,模拟可能在旅途中遇到的困难情境,练习应对策略。 第三月,适应性,自我提升与自我照顾。 第九至十周,增强适应性。练习接受变化和不确定性通过小范围的生活变动开始,比如改变日常路线,尝试新的活动,以此来适应更大的变化。 学习和实践冥想或正面练习,提高在压力下的适应性和冷静。 第十一至十二周,自我提升与自我照顾。设定个人成长目标,如学习新技能或提高某项能力,这些都能增加自我效能感。 培养良好的自我照顾习惯,包括健康饮食、规律运动和充足睡眠适度的体育活动。 特别是户外运动,能够减少压力并提高心理福祉。 通过这三个月的训练,个体可以逐步建立和加强心理韧性。 为即将到来的挑战做好准备记住,心理韧性的培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 需要不断的实践和反思在走线这样的高风险旅途中,强大的心理韧性可以成为宝贵的资产。 帮助你应对各种挑战和逆境。 在精神准备方面,明确的目标设定和精神支持网络是非常重要的。 设定清晰的轻移目标和动机,并保持对未来的积极期待。 保持希望和决心,同时了解并接受旅途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。 此外,对所经国家的文化、法律和环境有基本的了解也是必要的。 这有助于在旅途中做出更明智的决策,并可能提高安全性。 建立一个由家人、朋友或社区组成的支持系统,以获得必要的情感支持和鼓励同时, 学习目的地的文化、语言和习俗,为融入新环境做好准备。 综合技能的培养也不可忽视基本的野外生存技能、导航技能,以及基础的西班牙语和英语沟通能力, 都是在旅途中可能会用到的重要技能。 这里要强调一下,在充满风险的冒险旅途中,如果肉体在无生还能力时, 要用意念帮自己的灵魂完整地脱离已经报废的肉体,跟着其他耐力足、意志力强的同伴走出来,以免灵魂被困住,投不了胎。 我自己在这次投胎前,就被困了好久好久,那种痛苦无法表达。 这种能力需要积累,我频道中的每个视频,其实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训练和激发灵魂能够脱体,也就是从肉体中完整剥离,或者说抽身出来的能力。 虽然这些训练内容可以为可能的挑战做好准备,值得注意的是,这种旅行方式充满了风险,包括被捕,遭遇暴力或甚至失去生命的可能。 无论准备程度如何,非法或危险的轻移途径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,寻找合法和安全的途径总是最佳选择。 因此,除了身体,心理和精神上的准备外,还应当考虑寻找更安全,合法的移民途径对于希望进入美国的人来说,了解和考虑所有可行的选项,以及与移民律师咨询,可能是更加安全和理智的选择。 我是澳洲安琪博士,带你从不同的角度无缝隙探索大脑思维的神秘领域,答疑解惑,从而复活体内被封存的各种形式的能量,有能力在宇宙视角的高度来驾驭自己的心智,不被无形的力量操控自己的生生世世。 我频道中每一个视频的内容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,暗藏打开在投胎前就被无形力量设定的悲剧默认值程序,逃脱宿命的解锁密码和玄机,你需要仔细揣摩。 差之毫里,六亿千里,我将在会员区解析各种运用要点,协助你未雨绸缪,确保在生死关头万无一失。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,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,分享和点赞,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可能改变一生,甚至能救你一命的任何讯息了。 不喜悟喷,非常感谢。